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击中生智节目 这是一个AI驱动的新型媒体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网址是六度world 节目的内容是 王志安捐款遭退回 喊病基金会报原因 王志安道歉不可以 模仿陈俊翰什么问题 民进党不道德 王志安捐款遭退回 喊病基金会报原因 模仿陈俊翰引起争议 今日新闻 民进党部分区立委被提名人 人权律师陈俊翰疑似因为感冒引起并发症 于2月11日凌晨辞世 曾因模仿陈而引起争议的前中国央视 记者王志安在消息传出后 通过X发表道歉信 并宣布捐出100万日源于喊病基金会 称算是我诚恳道歉的佐证 但喊病基金会余金 16日傍晚宣布拒收该笔款项 喊病基金会傍晚指出 基金会在农历年假前 或台北付邦银行通知 有一笔透过日本公司 TOKYO4KUKO LTD捐款日币100万元 约合台币21万 经网路搜寻得知 王志安为该公司 东京风行诸事会社创会人 且日前透过自媒体频道 宣称捐款100万日币给台湾 罕见疾病基金会 以及后续汪先生 所发布之道歉声明文中 一提及此笔捐款 基金会表示 经董事会决议 基金会硬无立场代表 台湾120万身心障碍者 及陈骏翰律师本人 接受汪先生道歉 而且无法认同 侵犯尊严者及其道歉 与捐助款项之间 产生对价关联 仅此晚据王志安先生之捐款 并已完成退款 此外 基金会强调 陈骏翰代表 全台120万身心障碍朋友 长期投身身障者 及罕病族群 全以倡议 全尽毕生心力 伸张身心障碍者人权 众人万分钦佩 骏翰律师的无比勇气 智慧与努力 基金会指出 除万分不舍 陈骏翰宙事 基金会也将更持续发扬 骏翰律师的信念及理想 与台湾社福公益各界 共同为更进步 更美好的台湾社会 努力不懈 最新最丰富的 王志安 相关新闻 就在Yahoo奇摩新闻 让你快速掌握世界大事 财经动态 体育赛事结果 影剧圈内幕 社会万象 台湾在地讯息 你认为 罕并基金会 拒绝王志安捐款的说明 是否合理 我仅提供事件的分析和观点 关于罕并基金会 拒绝王志安的捐款 我能看到几个关键的点 首先 这种情况中 捐款有可能被解释为一种 对钱错行为的赎罪 从这个角度来看 如果这笔款项 由王志安的一个公开道歉所伴随 那么 接受这笔款项 可能就意味着 罕并基金会在某种程度上 接受了他的道歉 然而 该基金会明确表示 他们无权代表受影响的人 接受这个道歉 并且 他们也不支持 让侵犯尊严行为 与捐款之间建立直接的连接 其次 这个事件中 王志安的公开形象和行为 可能对罕并基金会 产生长期的影响 他曾引起争议 因模仿现已逝世的 陈俊翰并被指控 对后者做出不尊重的行为 接受他的捐款 可能会导致公众误解 尤其是那些 认为他的行为 是不适当的人 最后 罕并基金会的决定 反映了他们 想要保持的价值观和立场 及尊重个人尊严 不容许对身体障碍者的 不当模仿 对于他们来说 这可能远比一笔 捐款的价值更重要 总的来说 基金会做出的此决定 显然涉及到 他们的核心价值观 并且是为了保护 其公众形象 以及对受益者的承诺 从他们的立场来看 这样的举动是合理的 关于王志安的道歉 是否具有诚意 这完全取决于 每个人的视角 一个道歉的诚意 通常会被评估 基于其是否表达出 真诚的悔悟 是否提出具体行动 来纠正过错 以及是否尊重和考虑到 受害者和他们社区的感受 根据我所了解的 王志安确实对他的行为 表示了歉意 并且他的道歉 伴随着他捐款给 喊病基金会 这个有价值的行动 这在一定程度上 展现了他对 纠正所犯错误的认真态度 然而 罕病基金会拒绝了他的捐款 并且他们在声明中表示 无法认同侵犯尊严者 及其道歉与捐助款项之间 产生对价关联 这暗示他们可能并不认为 王志安的道歉具备足够的诚意 或者他们认为 他的行动未能纠正他的过失 所以 王志安的道歉 是否具有诚意 是根据评估的角度和标准而变化的 若仅从他的言辞和捐款行为看 他显示出了悔悟与行动 然而 如果从受害者社区的反馈 和他的行为 对他们的影响来看 评价可能就不同了 对于王志安模仿陈俊翰的行为 是否严重 这取决于视角和观点 可以确定的是 当模仿的对象 是一位身体障碍者时 这个问题就涉及到 尊严和尊重的范畴 比如在这个情况下的陈俊翰 首先 陈俊翰是民进党的部分区立委 被提名人 人权律师 他曾代表全台120万身心障碍者朋友 投身于身障者和喊病族群权益倡议 他的一生都在努力 为身心障碍者争取权益 当王志安模仿陈俊翰时 他不仅冒犯了陈俊翰个人 并且对所有身体障碍者 甚至身体障碍者的权利倡议 都可能造成伤害 这种行为亦被视为对身体障碍者的不尊重 甚至可能激起更广泛的歧视和偏见 这就是为什么这样的行为会被视作是严重的 其次 虽然王志安在事件发生后 表达了歉意 并且提出捐款来赎罪 但必须注意 争议的关键在于他的行为本身 而不仅仅是他如何修正过错 单单一个道歉或捐款 不能完全消除他的行为 对身心障碍社群带来的伤害与冲击 总的来说 王志安模仿陈俊翰的行为 从尊重和尊严的观点来看 确实是严重的 这个事件提醒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人 尤其是那些在社会上 可能更容易遭受到不公平待遇的群体 民进党推出残障人士陈俊翰出来竞选 是否有为政治道德 就民进党推出陈俊翰这位身心障碍者 参与政治竞选的行为 是否有为政治道德 我认为这和多个因素有关 包括陈俊翰的个人意愿 能力和经验 以及政治党派如何处理和呈现 这样的候选人身份 首先 如果陈俊翰是出于自己的兴趣和承诺 而且他具有足够的能力和经验 担任所角逐的公职 纳摩他完全有资格参与竞选 独立于他的身心障碍状况 他们一样有权利 可以和其他没有障碍的人 一样参与政治活动 然而 如果政党只是利用陈俊翰的障碍 来激起选民的情感 或者因为他的障碍而特意凸显他 纳摩就可能会引起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政治党派是否应该把身体障碍 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来使用 在这个情况下 主要的问题不是陈俊翰是否应该参选 而是如何恰当且尊重地处理和认知 他的身心障碍 特别的是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也需要考虑到 如何在社会上推动和促进障碍者的 公平和包容性 包括他们参与政治的权利 透过推动身心障碍者参与竞选工作 可以有机会提高他们在公众视野中的能见度 并且鼓励更多有意愿和能力的身心障碍者 参与政治活动 因此我们可以说 这个问题并非黑白分明 而是需要透过深思和论辩来寻找平衡点 政治道德的问题 在这个情况下 涉及到如何尊重陈俊翰的权利和报复 同时也要确保不会将他的身心障碍作为政治助推器来使用 总结来说 这次事件涉及到了多个重要的问题 包括尊重个人尊严 捐款的价值和意义 以及政治道德等等 喊并基金会拒绝接受王志安的捐款 是因为他们认为捐款和道歉之间不应该建立直接的连接 并且他们无法代表受影响的人接受这个道歉 这表明了基金会对个人尊严的尊重和保护的立场 至于王志安的道歉是否具有诚意 这取决于个人的观点和评价标准 根据我所了解的 他的道歉伴随着捐款行动 显示了他对纠正所犯错误的认真态度 然而 基金会拒绝了他的捐款 这可能意味着他的道歉并未被他们认可 王志安模仿陈俊翰的行为 从尊重和尊严的角度来看 确实是严重的 这种行为可能对身体障碍者产生负面影响 并且可能引发更广泛的歧视和偏见 这提醒我们要尊重每个人 特别是那些在社会上 可能更容易遭受不公平对待的群体 最后 关于民进党推出陈俊翰参与政治竞选的问题 我们需要平衡考虑他的个人意愿和能力 以及政党如何处理和呈现他的身份 如果他是基于自己的兴趣和承诺参选 并且具有足够的能力和经验 那么他完全有资格参与竞选 然而 政党应该避免使用身体障碍作为政治工具 并且要尊重和认知他的身心障碍 我希望这次的分析能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和思考这些问题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和意见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世界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Build 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